其實和解這問題我也要提出說明 就是其實在每一次假釋的時候 監獄方都會請地檢署去問說被害人的意見如何 而當時地檢署並沒有回文 那後來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跟今年我們其實有兩次去申請修復式司法 跟地檢署申請 可是地檢署不開案 他駁回我們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個所謂的重大刑案 必須有被害人來開啟這個所謂的修復式司法 那也因此當我們張先生 他一個人關在監鎖裡的時候 他很困難去跟當事人去談和解或賠償的問題 那這個事情就變成是扣在一起了 所以也因此我們其實覺得這個部分 在當初判刑的時候也並沒有克責他說 你必須要可能就要去繳罰 要去賠償退幫多少錢 這些都並沒有處理 那時至今日 其實如果各位看他這18次以來的一個 不與許可假設的理由就發現都一樣 那關於和解是這幾年才提出來的 那可是我們就講說 如果實務操作上一個人被關在裡面 他怎麼去找當事人和解這件事情 有一定的實務上困難 這是我們想要再說明的 其實他是十年 因為他適用的是舊法時期 那1997年的無期徒刑的舊法 就是從十年開始 那現在2005年以後是25年 那我想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假設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他出來以後就是絕對的自由 而是說他會有在接下來25年的觀察期 那假設說他在這中間有任何一點小小的瑕疵或違法 他會被撤銷假釋 那他就會變成要再進去關25年 那可是這問題就會出在說 我們到底希望他終其一生在堅鎖裡 或者是說給他一個機會出來 去好好的重新為社會貢獻 那我們其實還是大家都在看著他 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受矚目的一個當事人 那他只要有任何有一點違法的問題的話 他其實就會重新要再進去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其實我們在思考關於刑事政策 把一個人關進去的時候 如果他是一個值得再回到社會裡面 成為一個榜樣的話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鼓勵他可以出來 當時我們在接這個個案的 就是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他 當天寄給我的紀錄 是他那時候已經在裡面15、6年了 可是15、6年來一個在裡面的一個受刑人 沒有任何一次的違規紀錄 而且他曾經在裡面完成了 他在國中學歷裡面的三科的一個檢定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就是整個矯正署 或者是說監獄的一個凱國吧 那我們大可拿他作為一個改過向善 或者改血規證的一個樣板 來作為一個好的方向 那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把這樣的人 一直留著留著留到說 他可能對社會已經沒有辦法在貢獻的時候 才願意幫他出來 那所以我們覺得監獄應該是能夠叫化 而不是把人關到又老又慘的地方 前兩次的時候加審會其實有通過 那因此法官認為這個有狀況 就是他這個同一個人他關在監鎖裡 然後他這17、8年來都沒有違法的紀錄 違規的紀錄 然後他也一直持續的再往前 在接受整個矯正教化 那為什麼現在變成再半律會提高 那需要機關來做這個解釋 那我們提起這個行政訴訟主要的目標 那也是想要說 當受刑人就是去服他的刑期 為了他犯罪的這個事實 來做一個相當的一個償還的時候 那我們也想知道如果他可以回歸社會的話 那個標準到底是什麼 那目前的整個法律上的規定是非常不清楚的 那這樣會沒辦法鼓勵裡面的受刑人 能夠努力的去爭取一個重返社會的機會這樣 謝謝大家